中华姓氏文化渊远流长 姓 人所生也 是标示一个人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 据研究 中华古姓 最早起源于原始图腾重伴 上古时期 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 后来不少图腾也变为姓氏 最初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辨别部落中 不同氏族的后代 便于不同氏族之间的通婚 从如今的姓氏里 我们可以解读出 远古祖先们在一个个简单的象形文字里 留下的图腾 而图腾崇拜的对象也极为广泛 有动物 植物 非生物 及自然现象等等 除了符号的演变 姓氏还以独特的血缘文化形式 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国语中有说 凡皇帝之子二十五宗 其得姓者十四人 为十二姓 姬 有齐 己 藤 真 仁 荀 吉 轩 依氏也 姬姓在先秦时代演化出周 吴 正 王 鲁 曹 魏等四百一十一个姓 占百家姓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 这四百一十一个姓衍生出来的姓氏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皇帝也被称为中华姓氏之族 华夏儿女皆称颜黄子孙 原是皇帝世弈而流淌着统一血脉 亦或是承袭统一的皇帝文化和精神 这也是我们如今每年敬拜轩辕的原因所在